一月下旬渴望放寬边境 而专家建议是说 5到11岁的儿童 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 间隔时间应该从 目前的12周回到4周 让孩童可以尽速 获得完整的保护力 因为根据纽约的数据研究 缩短为4周的施打 一个月之后 防住院的比例 可以高达有8成 指挥官陈时中的回应是 国内专家是持续在草论 做法一定会力大于比 学生准备就绪 差点迟到赶紧进入考试会场 国中会考补考 4日5日登场 共有4301名学生 之前因为确诊或隔离 所以参与补考 是历年补考规模最大 确诊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赶快考完 赶快解放 国中会考补考防疫不马虎 每间考场设置至至少 两间8到12人备用市场 提供给临时发烧 有呼吸道疾病的考生使用 小朋友超怕打针 喉嚣大哭 镜头换到台北市中正纪念堂 连续假期第二天 一早有不少家长 赶紧带孩子去打苗 林口常跟副院长邱正寻建议 开放国门前 儿童两剂接种间隔 应从12周改为4周 而且有免疫力缺失的儿童 因竞速打第二剂 隔4周后再打加强剂 家长看法两级 大人也隔那么长 小朋友突然改这么短的话 也是会有点担心 会跟医生请教过 BNT的剂量实在太小了 它的保护力 大概持续一个月而已 根据纽约接种儿童疫苗 保护力针对Omicron的数据 儿童BNT5到11岁 接种两剂隔4周 一个月后 房住院保护力高达8成 三个月后 房住院保护力也还有5成 打完第一剂之后 预防Omicron这个重症的 一个比例的话 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数据 国内的小朋友 中重症的比例 有到万分之五 其实这个比例看起来 有一点点让我们比较担心 中疫苗当然是要力道引力 根据国际相关的一些经验 跟资料 我们内的转发 暗暗时需不断在讨论 边境松绑开放在即 就怕目前只打一剂 或没打苗的孩童 再度面临疫情考验 专家纷纷呼吁中央 缩短孩童两剂间隔时间 才能降低幼童中重症比例 借着城市练杨棕电台北